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惊奇意识1985第八季第二季 女子苏珊是一个塔罗牌的占卜师 哎呦这不是惊魂夜演1961的女主角吗 1961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过去了 还这么好看 我想来推荐各位去看看惊魂夜演1961这部电影 相信我您会被惊艳到且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的 听到敲门声穿好衣服打开一看 很显然这穿着打扮是一个有需求的新顾客呀 请对方进来男子才说了一句 我叫查理刚来这个小镇 苏珊就很懂我知道了 你想找我算一挂 接下来人生该怎么走是吧 查理听后也不完全是 坦白讲下面一楼学习舞蹈的是你的闺蜜是吧 我跟着她练习了一会儿 这个基础的舞步也学会了 我去街头卖艺呢也可以 但是她说你这边的建议比跳舞更好 所以我就上来看看 那肯定啊我是专业的占卜师 能决定你人生命运的 坐下来我给你算一下吧 价格是这样的 你做那种短期的人生预测 五美金长期的话十美金 那有啥区别啊 那区别大了 短期的你比如预测一个礼拜 长期的话可以是一年的呀 那十美金能预测一年也划算的呀 对那你还是聪明的 就是美女那什么我有点小问题 我身上没有十美金啊 那你做个五美金也行啊 五美金我也没有啊 我说了嘛我刚到这里 有一点钱还搭公交车了 我靠不是你没钱你跟我扯蛋啊 滚出去吧 别着急啊美女 我其实会修理电器的 你看有没有什么家电是坏的 我给你修好 我们价值交换也可以嘛 听到查理不紧不慢的语气 还挺懂礼貌的 苏珊也随口答应了 行啊那我烤面包机坏了 你帮我修修 我给你免费占卜 因为说没有几下 几分钟下来 查理一顿操作 就把面包机给修好了 那苏珊也没有废话 真有你的 坐下来吧 我给你免费算一下 让查理的手切牌 按照某种规律 把塔楼牌摆到桌上 看到苏珊的表情有些严肃 查理也连忙反问 算出什么了吗 我未来有出息吗 眨着眼睛 舔了一下嘴唇 犹豫了几下 苏珊也反问 你有个有钱的舅舅 或者亲戚是吧 对 我有个叫杰克的舅舅 那不应该不可能呀 再洗了牌 重新算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结果 犹豫着想了几下 苏珊也把结果说了出来 查理你以后会非常有钱的 怎么会呢 我穷光蛋一美 你看看这里 两个八的分界线 你结婚的话 以后走这边老K的路线 非常有钱呢 可是这个女的 我哪里去找呢 这个女的吧 她大概是这样一个形象 你看这个黑皮蛋 代表的是黑头发 这个女的会有很长的黑发 其次她有一双黑眼睛 一定是离过婚的 经济也比较独立 看着苏珊 查理也怀疑 这女的不就是你吗 是我吗 我确实离过婚了 还有一点 就是她的左肩膀 上方有三颗痣 看着自己左肩膀的方向 暗示着对方啊 查理包开一看 果然苏珊肩膀上 确实有三颗痣 查理也感慨了一句 那看来今晚 我要当新郎了 信息分享到 楼下的闺蜜这里 闺蜜也有一些难以置信 苏珊你脑袋进水了 你确定要嫁给 那个秃头的 没有任何价值的男人吗 对 后天我们就结婚了 不是苏珊 你女人的直觉 哪里去了 那男的一看就没出息啊 我给你解释啊 闺蜜 那个塔罗牌 我占补了两次 都是一样的结果 预测的信息是 查理未来会很有钱的 有钱顶个屁用啊 苏珊 你想一下 你们俩也不是一类人 她拉里拉遢的 你以后要每天跟她亲热吗 你能将就吗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可能不明白 我的好闺蜜 未来查理继承了 亲戚的财产之后 会发生一个 大大大的大事的 什么大事 你快说 急死我了 就是查理自己 会意外挂掉的 哦 搞了半天 苏珊赌的是自己未来 当一个富有的寡妇 是吧 就这样时间 快来到了半年之后 坦白讲 苏珊跟查理的婚姻 已经过不下去了 两人每天都是吵架 看到查理又是开电视 苏珊就开始了 真是窝囊费啊 工作没有 一会儿看橄榄球 一会儿看足球篮球 真不知道哪来的 这么多球可以看 哎呦 你还知道踢一脚电视呢 都坏了这么久 也没见你修啊 嗯嗯 当时还是修理工呢 骗我免费帮你占卜 现在电视都不会修了 是吗 站起来查理也受够了 臭娘们少说一句吧 你看你自己搞得 像包租婆一样 你以为要拍 周星驰的功夫是吗 那你也少说一句吧 我为什么要少说一句呢 我还得问问我的钱呢 你不是说 我会很富有的吗 我的钱怎么还没有来 嗯嗯 黑色的长发 黎翼 左肩膀有三颗痣 我可以告你婚姻欺诈吗 这六个月来 我天天在等电话 怎么没有人通知 我去哪里领钱呢 您别说 两人吵了一架 下午送钱的律师 还真的来了 上门听着律师的自我介绍 查理得意着反问 是找我的吧 听到律师的回答 查理脸色也变掉了 上楼三人坐下来 律师也确定一些基础的信息 苏珊你以前叫卡罗尔是吧 你那奶奶叫约翰逊 是不是因为你是吉普赛人 你把名字给改掉了 对 当时怕移民局查 骂我改名的苏珊 到抽屉里翻一翻 苏珊也证明一下 这就是我当时的出称证明 确定没有错 律师也表示 是这样的苏珊 你奶奶三个月前 活到93岁挂掉了 难怪我给他写信没有回呢 所以这些有价证券呀 加上现金都留给你了 算下来大概有300多万美心 听到这话 苏珊高兴的有些难以置信 而查理摸着眉毛也很意外 这故事的走向 怎么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啊 这是我的名片 后天来我事务所办一下就行了 说完律师就离去了 晚上把话匣子打开 苏珊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哎呀 晚上下雨天的大直男 还要去挖鱼塘呢 怎么不看你的电视了 放心 以后你都看不到我了 因为我后天拿到钱 我们就把婚给离了 这房间里的东西都送你了 站起来查理也争取一下 这钱我得分一半 苏珊听后不可能的 你就知足吧 查理这东西都送给你了 你还能过个日子呢 况且我又帮你占卜了一下 你以后还是会成为有钱人的 只是时机还没到 哦 我还是会成为有钱人啊 那没事了 老婆我去外面挖鱼塘了啊 可是外面下着雨啊 大直男 没关系 我个人的小爱好 之后透过窗户 看到查理挖着鱼塘 苏珊也下楼找闺蜜合计一下 我感觉怪怪的 我占卜了一下结果 还是一样的 就意思查理还是会成为有钱人 然后查理会挂掉的 闺蜜听后是吗 那我也不太懂占卜啊 此时听到楼上查理回来的脚步声 话题结束 苏珊赶上楼 进屋又开始了 您看看大直男下雨天的 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 哪个臭傻帽会雨天去挖鱼塘啊 这什么挖到钱了是吧 挖到一美金了 真牛掰 终于成为富豪了 查理也解释 你看仔细一点 苏珊 这可是50美金 看了一眼苏珊言语中 还是充满了嘲讽 是是是确实50美金 那你有钱了 恭喜你了 不是你没明白 亲爱的 我刚刚不是挖鱼塘吗 我挤铁锹下去 突然碰到一个硬物 我以为是石头呢 用力的挖下去 撬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密封的大箱子 我跪下来打开一看 我靠 里面全是面额50的美金 加起来得几百万呢 我终于信了 你这个占卜是准确的 我确实成为有钱人了 听到这话 苏珊也瞬间放下过去 替查理感到高兴 大直男 这你也成为有钱人了 双赢啊赢麻了 那箱子在哪呢 哦 在鱼塘我还没敢动呢 你想想苏珊 我拿出来肯定要交所得税的 税率高的要命 到时候都交给国家了 那大直男 你很聪明呀 你想要埋下去 假装没发现是吧 对 先埋下去 过几天再挖出来清点一下 亲爱的 你给我一个刺激的吻 到时候我钱分你一半 犹豫了一下 苏珊还是给查理一个热吻 之后两人来到院子 查理也难掩兴奋 我刚刚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挖的给我累死的 在哪呢 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啊 下雨了 在水坑里面呢 边说着查理直接背后偷袭 把苏珊推到了坑里 哦 查理你干什么呢 我腿都摔骨折了 不能动了 快救救我呀 救你个头 钱都不分给我 说着愤怒的话 查理直接拿铁锹 一个重机把苏珊给带走了 等一下 这是三大白骨精的阻挡姿势嘛 把鱼塘填上回到屋里 倒一杯红酒 查理也庆祝了起来 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钱还是得到我地方呀 打开电视 坐在沙发上 再倒一杯红酒 哎 电视怎么没反应啊 没有错 电视长期都是坏的 加上天气也非常给力 查理上前检查一下 触碰到电线 同步的一个打雷 直接把查理给带走了 哦 搞了半天 占卜也是对的 查理是成为有钱人了 只是最后挂掉了 没有命花这个钱 之前邀不好 没有命花这个钱 还有就是 看会 Atari 唐 这 readings 感谢观看